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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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昨天全国共有43万8220人接种新冠疫苗 涉及的疫苗数量多达112万5396剂 其中 接种首级疫苗最多的地区分别是雪兰娥 吉隆坡和沙拉越 而接种第二剂疫苗最多的地区是雪兰娥 霹雳和沙巴 此外 目前全国共有890万2528人已经登记接种疫苗 距离目标登记人数达到36.40% 根据数据 沙拉越昨天新增960起确诊病例 成为国内新增病例最多的周数 对此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下令 即日期展颜所有涉及政治领袖的活动两个星期 以保障个人员的健康安全 根据沙拉越周务秘书戴杜扎三明发出的文告 除了政治领袖 有关指令也适用于各政府单位和机构 以便展颜所有的活动两个星期 确保个人员的健康安全 他指出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是在4月15号考量当地疫情情况后 做出有关的决定 卫生部指出 昨天新增的960起确诊病例中 892起和现有感染群 以及密切接触者检测有关 是的 沙拉越的疫情持续恶化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也决定 从后天14号开始 加强跨区域的行动限制 只有必要领域以及紧急状况的人可以向警方申请通行证 沙拉越昨天新增960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也是全国单日新增最多的一个帮州 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指出 自今年1月开始 当地有8个感染群 以及505宗确诊病例 都是由跨区域行动所引起 因此当局决定从19号开始 实施跨区域行动限制 所有在沙拉越跨区域行动的民众都必须获得警方的通行证 当局表示 只有餐饮和交通等必要领域或转放行 其中包括公共运输以及食物外送等等 另外 因紧急状况需要跨区域行动的人也可以向警方申请通行证 登加楼卫生局表示 由于当局不满部分摘接月市级的防疫表现 因此当局论令 该州的一个摘接月市级关闭长达两个星期 以改进现有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登加楼卫生局表示 该州位于瓜拉伊拜附近的多阿迪斯摘接月市级 因不符合国家安全理事会所制定的防疫指南 因此勒令有关的市级从昨天晚上8点关闭直到这个月30号 据了解 登加楼的基本传染数已经攀升到1.34 成为全国最高 因此 卫生局希望市级在关闭期间 能够重新检讨和制定更严谨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并且确保商家和访客都能严格遵守 执法单位在摘接月期间 多次到当地的摘接月市级进行监督 发现到访的民众都没有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情况令人担忧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当局决定援引1988年传染病预防及控制法令 第18条一款F相条文 关闭为令的市级 登加楼今年一共有69个摘接月市级 和4,326个摊位获准营业 到阿迪市级也是登加楼第一个被勒令关闭的摘接月市级 国内的新冠肺炎基本传染数持续攀升 昨天 国内的基本传染数平均达到1.18 而登加楼 吉兰丹以及沙拉月 是全国基本传染数最高的周数 卫生总监丹斯林诺希尚指出 根据基本传染数的数据 分别有登加楼1.34 吉兰丹1.3 沙拉月1.28 吉隆坡1.22 沙巴1.22 布城1.19 马六甲1.09 皮利1.09 森米兰1.08 吉兰1.07 雪兰鹅1.04 彭亨1.0 目前 只有楼梧和槟城的基本传染数低过1.0 分别是0.95和0.9 玻璃市和纳敏则没有数据 大马机场控股预计 国内将会增加20条新的国际航线 以及80趟本地航线的班次 而新增航线包括大马机场控股 在土耳其基斯坦布尔经营的机场 大马机场控股公司总执行长 大多姆哈曼·舒克里发文告指出 新的目的地包括德国的汉堡 瑞士的苏利市 丹麦的哥本哈根等等 而这些欧洲航线都会在大马机场控股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经营的 萨比哈格克勤国际机场转机 每个星期有25趟班次 姆哈曼·舒克里补充 虽然我国和土耳其都在落实行动管制 但机场业者感到乐观 因为通过航空公司提供的新航线 依然是有需求的 接下来 该公司会继续提升机场服务 包括提高机场的安全和卫生标准 并且做好准备 以便在疫情过后迎接游客到访我国 交通部长德德斯利·魏嘉祥指出 随着我国不断发展铁路公交系统 国内也应该提升相关的服务系统 包括位居心脏地段的吉隆坡中环车站 并表示 当局已经在相关单位 拟定全面的提升计划 疫情爆发之前 吉隆坡中环车站每天接待超过20万名乘客 但实际上 该车站只能容纳10万人 对此 当局已经正在和相关单位进行讨论 如何提升中环车的服务 此外他强调 该计划不能仓促进行 当局正在和各造商讨更长远的计划 并观察所有的需求 以拟定全面的计划 柔佛州警方昨天晚上成功侦破一宗走私鞭炮的案件 起破价值超过92万令吉的各类型鞭炮 同时逮捕三名男子协助调查 柔佛警方指出 新方令吉警察普通行动部队第五营 在接获相关的情报后 随即前往古来展开取缔行动 他表示三名被逮捕的嫌犯 年龄介于30到47岁 除了114家装有各类型鞭炮的箱子外 当局也充公了一辆轿车和一辆罗里 警方将援引1957年 爆炸物法令第八条文 对案件展开调查 向穆斯林宣传网络赌博的影片 在社交媒体疯传引起关注 警方目前已经接破38宗投报 并且迅速逮捕涉及影片拍摄的 八名嫌犯协助调查 全国副警察总长 Dodasari Akrisani在文告中指出 被逮捕的嫌犯 包括宣传片的演员 经纪人 摄影师 摄像师 制作人以及导演 嫌犯向警方承认 他们是在接获酬劳的情况下 在上个月13号 到位于雪州安邦和乌鲁冷月 两个地点进行宣传片拍摄 警方是援引刑事法电第504条文 蓄意侮辱及破坏公共安宁 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 以及1953年住家公开赌博法令 第4条一款居项条文 将8名嫌犯申请严扣注查 目前警方还在追踪 策划影片制作的幕后主谋 与此同时 社交媒体今天在流传一则 以开则节为主题的网络赌博视频 他说警方已经接获有关的消息 并呼吁知情者提供情报 政府在2019年 推行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 放眼大马成为新的亚洲之府 不过随着疫情四月 数码策略也成为这项愿景的主要关键 掌管特别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瑞算表示 政府如今正在积极推动 数码经济政策 以降低我国的数字鸿沟 中文字幕志愿者提供 Rizun表示,政府在后疫情时期积极推动数码经济蓝图,通过国家数码网络以及达马数码计划,奴隶弥合我国现有的数码鸿沟。 他解释,考虑到涉及国家的经济利益,政府也会不断地为这项政策进行改良和更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笔症是孩童常见的一种疾病。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开始出现音乐疗法,就连我国也不例外。 在康复训练的过程中,音乐对字笔症孩童发挥明显的治疗效果,不仅缓解了症状,也让他们渐渐融入了正常生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拉公益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阿玛里哈丁是在本台早晨节目《早安马来西亚》录制节目后,对本台记者这么指出。 古巴首都哈马那动物园本月12号迎来四只孟加拉虎幼崽,其中一只更是罕见的白老虎。 新闻的尾声一起看看他们逗趣的模样。 我是戴靖航,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